來 超級星 超級星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是四川人 35歲 好 35歲 四川的網友 好來 那個星你想說什麼 那個手下 我就想講一個故事 因為你剛才也講了很多這種大家互相這個叫認知作戰這麼一個概念 然後我這個故事是我外婆的一個真實的故事 所以說這個故事可以去證明 到底誰在認知作戰這個事情 我外婆是出生於1931年 1931年是個什麼年份呢 我們都知道30年是這個蔣介石多元大戰 多元大戰之後呢 有了這個什麼民國的一個 叫什麼來著就是 可能名義上的相對的這個統一中國這麼一個事情 對吧 所以說我外婆是出生於這個民國完全 完成了這個民意上的統一之後的這麼一個年代 然後他的這個命無苦的 就是我們現在要去看那個民國的時候 老是去看那個精英階層了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以前的這個社會結構 它是一個這個什麼是資本主義 就是有這種有地主有資本階級和有民眾階級嘛 對吧 其實通過我外婆這個事情是完全可以看到 當時的這個底層的老百姓是在什麼一個 就他的生活到底是一個真實的是什麼樣的狀態 那我外婆呢就是小時候這個很窮嘛 然後家裡面呢有幾個孩子有幾個 然後有幾個孩子呢就養不起嘛 就是實在養不起 還有三個孩子吧總共是 然後養不起呢 然後就這兒就是可能有一個可能現在 年輕人都沒有聽過的概念 叫童養席 我知道知道童養席 對就是童養席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你可能就是說在共產黨那個統治初期 可能你也聽不到這個詞 就叫童養席 而且在那個時候童養席是完全合法的 是 然後他就被童養席呢 就到了一個這個地主家嘛 就是從這個意思就是說 從這個自己十一二歲 可能幾歲的時候啊 然後就等於是被這個地主家就養起來了嘛 那養起來之後你的年紀滿了 當時還是滿了十二歲吧 還是 然後就 就嫁給他兒子 對 就嫁給他兒子 就嫁給他 但是他家族的地位是很低的嘛 家族的地位是 童養席地位很低 對 然後其實就是一個庸人這麼一個狀態就是 然後 然後 後來呢 就這個過了十幾年了嘛 然後就開始這個解放戰爭了 解放戰爭了嘛 然後解放戰爭這個時候呢 他們總共是這個 就是他們以前都叫我前外公家了 因為我是我後外公那個系列的 那這個時候我前外公呢 和我外婆就有這個兩個孩子了 就是兩個孩子 然後解放戰爭完了之後 解放戰爭結束之後 就是到這個共產黨的天下了嘛 然後國民黨就這個退守台灣了 但這裡面還有很多故事 今天因為實際原因我就不多講 好 也就是有很多 也有很多中共的這個黑歷史 然後我們就先說這個民國的這個黑歷史 好好好 因為他們那個家族裡邊有那個什麼呢 有這個去了台灣的 是一個 當時過去的時候是一個這個中校 然後後來晉升為少將 然後還回來過 還回來看過 那個後面的故事 然後就是說我外婆她這個現在的 就是她之前那個老公嘛 她的 然後 怎麼說呢 到了那個什麼呢 到了解放之後 到了這個解放之後 新中國成立之後 然後 因為這個國家的黨中央的號召 這也是一個這個共產黨的黑歷史了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共產黨把它弄到那個中央去這個 去任職去了嘛 然後 反正就是很自然的 就這個什麼呢 就拋棄棄死了嘛 知道吧 然後那拋棄棄死我外婆很窮嘛 帶著兩個孩子 那個的生活 那解釋就是 忽然就 天就塌下來了 忽然就 就那麼慘的一個 這麼一個狀態 然後 後來呢 當然共產黨有給她安排了一個新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老公啊 就是我的那個外公啊 共產黨安排啊 我的外公 首先他們離婚也是共產黨安排的 然後那個結婚 後來結婚也是共產黨安排的 為什麼要安排離婚 這個是共產黨的一段黑歷史 然後 我 有機會我們如果談論這段歷史的時候 我們再說吧 你在這裡面 好 對對對 因為那個 你說 對 然後給他安排 我 現外 我真正的外公 就我血統上的那個外公嘛 就是 他後面這個老婆呢 他是一個這個 抗美援朝的一個抗戰英雄嘛 他有很多那個徽章的 然後這幫人 他是回到我們那個縣城之後啊 是吧 然後本來是給他安排那個 中國銀行的行長給他當的 然後他當不來嘛 他這個 這個水皮有限嘛 他自己申請去當一個石匠 石匠 對 就是打石頭的 然後這後來中間的很多過程呢 我就不講了嘛 反正中間然後也經歷了這個 你的外公是吧 你的外公 我外婆嘛 其實我主要想說我的外婆 OK 好好 就是中間經歷了這個 三連這個自然災害 我們也知道 但有很多這個反賊在去拿這個事情 一直說是 然後也經歷了這個 也經歷了這個文革 就我外婆真的是 你看他的這整個的一生啊 他現在還活著 現在90多歲了 哎呦 高手高手 對 然後 他的這一次你看經歷了所有的時間 而且所有的時間你可以看到 我的這個前先輩 他們都是站在這個 基本上是站在這個第一線啊 都是站在第一線的受災者 對吧 都是受災者 嗯 然後我只想說的是什麼呢 我外婆經歷了那麼多的事情 經歷了那麼多的事情 到他80多歲了 我最記得那會我在北京嘛 嗯 他80多歲的時候 嗯 他一定要來北京 那個時候老人已經那個什麼 不能坐飛機嘛 嗯 然後 當時那個就給他那個安排了那個高鐵站 你知道他來北京幹什麼嗎 幹嘛 看毛主席 嗯 來看毛主席 他一定要去天安門上面去那個毛主席的那個那個遺體嘛 去看一眼毛主席 OK 然後這個整個故事我想講什麼呢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說那個民國怎麼怎麼樣啊 共產黨幹了多少多少的爛事對不對 我包括我之前講的這個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十年文革是吧 這都是爛事嘛 嗯 但是你看他對比起來 到了最後 嗯 他感激的是誰 毛主席啊 他一定要看毛主席 對啊 那說明說明不管怎麼樣啊 這都不講現代了 我們都把現代拋棄掉 嗯 我們把現代因為現在當然更好了嘛 現在 現在共產黨又給他安排什麼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養老金啊什麼的 但他現在更滿意了 因為那個苦真正的苦過的人啊 真正窮過的人 嗯 就是他到現在他就一直是這個什麼 一直是這個這個這個感激的是共產黨 所以說我們說這個台灣的國民黨 究竟對我們的國家做了什麼東西啊 他無非就是讓這些資產階級 所謂的資產階級怎麼怎麼樣了嘛 就是資產階級去追求一些好東西了 那他為什麼最後被推翻呀 因為真的是老百姓那個底層的老百姓 真的很苦呀民國的時候 嗯嗯 不然的話共產黨怎麼可能成功啊 你給他一萬個理由他也成功不了 對不對 所以說那個我們現在的這個台灣的朋友啊 嗯 去污衊共產黨怎麼怎麼樣 我跟你說就算那時候啊 就新中國成立那時候 嗯 共產黨也比國民黨統治的好 嗯嗯嗯 就算經歷了這個三年兩載這個十年文革 在那個時期啊 他仍然 仍然對於中國絕大都市 因為中國不僅僅是這個台灣 過去台灣的那幾百萬人 嗯 嗯嗯嗯 是 對你不能拿那麼一些這個精英階級的這個這個這個生活 來去對比我們所有的這個四萬萬人不能說 他代表不了他根本就 精英階級都去台灣了啊 台灣都說啊 去講什麼這個我們有多好怎麼樣 是吧我的制度有多好 我的這個學識又有多好 嗯 那你把所有最窮的人都流到了大陸 嗯嗯嗯 但是實際上那個什麼呢 呃大陸就是共產黨就是比國民黨做的好 要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多人去感激這個 感激這個共產黨啊 這就是呃我想說的這個一點 然後 好 我補充一下那個那個台灣就是我說 我們也不知道不只是台灣人啊或者其他人 現在大部分的人我們那個比如說 污蔑共產黨或怎麼樣 也不是給你們聽的啦 是給你們以外的 呃華人聽的 包括台灣啦 喔 喔 喔 好啦你懂吧喔 不是污蔑給你們聽的 是 那我也想用真詞的故事去 去那個反駁他們嘛 對對對 喔 他不是污蔑給台灣人聽的啦 喔 好 那你還要說什麼嗎 啊 然後我還要說一下那個王教授那個講的吧 我要接他一下這個話接一點 就很快啦 不會再用太多時間 好你說 其實我 其實我自己啊 我自己就是那個什麼的 我自己就是王教授說的第三類 就從這個反共閃國講 從反中到親中 對 對對對 這個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是一個很叛逆的人 對 然後因為我父親是那個解放軍嘛 是吧 然後讓我去當兵 我就死活不去當 我自己跑 崩一下跑到北京去 就很叛逆 你想 你有想像嗎 就是一個人什麼都不管了 很小的時候啊 大概 呃可能 大學那個時候還在 還在念 還沒有開始 剛剛開始念 我記得那個時候大學大 然後我自己一生氣 我自己背了一個包 去一個那個 完全陌生的那個法律 那個時候我就說 這個當兵是個傻逼嘛 嗯 跟我爸說當兵是個傻逼 所以傻逼才去當兵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經常 我那個時候很憤青啊 憤青到真的是不知道什麼樣子 就是當著人家一公車的面說 你們我自己就是四川人 我說這個四川人媽的數字好低啊 就這種人我是 嗯 然後後面經歷了很多 我自己也去國外去走了一圈 很大一圈 我再回過頭來 回過頭來去想一些問題啊 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我自己的 本身也基於我自己的生活 也越來越好 也確實做出了一些成就 然後 我才知道如果他的社會那麼爛 我怎麼可能靠我自己去做出一些成就呢 是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靠家裡面的 因為我家在四川 我自己跑到北京去了 嗯嗯 對 然後走了那麼大一圈回來 你看我現在就變成一個 這個什麼了 這個他們說的小粉紅 所以我這裡想說的一點 就想總結的一點就是那個什麼 其實真的就跟王教授說的一樣 我們大部分人 都是從一個反共到一個親共的 這個一個過程 所以你以後 請台灣的那個朋友也好 還是這個那個反華勢力也好 對吧 你不要叫我們小粉紅 我們叫老粉紅都是 對 小粉紅很少的 小粉紅都是 沒有小 小粉紅很少就是什麼呢 年輕人都在反共啊 年輕人 你看那個網上那個 噼里啪啦的那個 就是有點小事就在那開罵 有點小事就開嘴 那種腿筋啊 那些都是年輕人 就是真正的到了30多歲 40多歲的時候還在反共的人 真的很少很少 反正我是很難遇到這樣的人 好 OK 所以你是老粉紅不是小粉紅 對 對 老粉紅不要叫小粉紅 小粉紅在中國很少的 還蠻多的 年輕的都小粉紅 不是 應該叫小反賊 你以後叫小反賊 年輕的一般是反賊 粉紅不是反賊 粉紅不是反賊 對啊 所以說你不能叫小粉紅 應該叫小反賊 因為小粉紅很少的 一般都是老粉紅 一般都是 小粉紅很少嗎 很多啊 真的很少 你看到抖音上 比如說抖音上 還有一些知乎賽 還有一些微博賽 你看到的那些水軍的 比如說有點小事 比如說有點唐山發生了什麼事情 什麼鄭州又發生什麼710事件 對不對 然後後面就一片馬聲 基本上都是年輕人 但凡上了35歲吧 我就不說多年輕 但凡上了35歲 有點獨立思考的 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還有你得有一定的經濟 你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你是不會去思考這些東西的 就你但凡有一定經濟基礎 然後有時間去思考一些東西了 你就那個什麼 你就慢慢的思想就轉變了 所以說應該叫我們老粉紅小反賊 應該這樣講 好 OK 好 各位粉紅你們都老了 好好好 謝謝 好 非常謝謝四川的這位網友分享你的故事 下次把那一趴也一起來分享 分享來一下 好的 我可以把這個故事講完 這個故事真的很精彩 他的故事 可以寫一本書了 好 OK 下次再講了 你現在要講 好的 下次再講 下次再講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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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拜拜